2月17号至22号 由Less家工作室编剧并导演的话剧《兔子洞》在木马剧场隆重上演 这是一部超现实的描写女性之间情感的话剧 以爱丽丝梦游奇遇记为参照 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在经历了一场真挚感情分崩离析之后 与Rabbit Hole酒吧老板一起所经历的梦境现实 是我的手指让我的白蕴 我能感觉到我与一个小生命所继续的事业 在我的身体里 突然在梦境里就大远开 终于那最终又先念出的业 面倒了黑白界线 虚化了成功高地 真的哎靓动只能跟着我紧我吗 出了呢 你一走出来 triggers 扣置在那个屈 tubing 然后温散了墙上 ук behaviors 猴磊 猴磊 智益 的是 dancing 兄弟 Hinter 以命 我叫Anita 然后在画剧《Rabbit To》里面 扮演一个作家 我在这里面演的是Alice 她其实是一个感情受挫的人 她希望去寻找一些答案 大家好 我是英考 在这部戏里呢 我出演一个用自己的想象 然后又怀孕的人 很多事情 你只要继续经历 你不一定说是有什么答案 我觉得就是在经历一种生活 这就是答案本身 然后她这个角色想要表达的呢 是一种就是她的思想 她的想象 她的表达方式不能被外人理解的一种控制 那我们这部戏主要是 颠覆大家一些主动的观念 然后让我们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的包容 大家好 我是哥哥 我是兔子洞这部话剧的制作人 我们就想做一个话剧 是更多的是在讲 其实从这个剧可以看到 就是她讲的这三段故事 其实是在讲 一个其实拉拉也好 女性也好 在情感关系中 或者是在事业上 或者是在信仰当中 你怎样去定位自己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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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没有用的 是在这一段故事 我会发现 这个是这一段故事 是相当中的 是在这一段故事 我会发现 在这一段故事 我会发现 在这一段故事 就是在这一段址里面